今天的午餐很豐富 那呢,for snack仔呢 我們有個cookie 又有個sade sandwich 那之後最後的main course 有最好、最美、最好吃、最大 的甜點 嘩,好大啊 hello,大家好 其實我們玩戶外活動 很多時候整襯就是很平常的事 但是呢 怎樣去處理還會最適合呢? 尤其是我們移民到一個新的地方 究竟這裡的處理方法 和香港會不會有很大的不同呢? 今次最重要的是因為有小朋友 我們就要更加小心了 在Vancouver要找家庭醫生是很困難的 大家都知道的 很多時候你預約到醫生的時候 已經是病好了 又或者你是病死了 所以我們第一個反應呢 其實有時就是去emergency 但是emergency 可能對於診症這個小朋友 就經然不太足夠了 就是斷錯了症的 所以我們很轉接之下 就被refer到去PC Children's Hospital 去到那裡就完全不同了 那裡的護士醫生都很細心 做完所有需要的測試之後 真的安心才會讓你出院 絕對不會急趕你出院 這裡的房間 其實和香港私家醫院都 有過之而無不及 小朋友進來住也很開心 有機打 又有Netflix看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這裡也有老師去跟進你的功課 學業 吃東西方面更加是正 因為基本上是All you can eat 有餐放給你 任叫任吃 又有雪糕 又有Yoghurt 又有Cookies 我兒子就吃到不願離開 好 住了幾天 任喝 任吃 任玩之後 真的一毛錢都不用付 這麼好的服務 大家當然 有機會 都應該捐錢給PC Children's Hospital 如果只是交給政府的資助 很快就會減掉服務 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你覺得我的節目好看的話 希望你會like comment 最好當然是subscribe 拜拜